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康告是上书 周书中的一篇 也就是一篇文章 上书里的 那么上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追溯古代世纪的一些文章的汇编 它是五经之一 又叫书经 那么上书的全书分为语书 下书 然后商书和周书四部分 也就是康告 它来自于上书的一篇文章 那么上书里边分为四部分 一个是语书 一个是下书 一个是商书 一个是周书 四部分 克明德 克明德 也就是康告这篇文章说呢 做人一定要弘扬光明的品德 在克是能够的意思在这里 指的是能够 好 接着太甲约 这是一篇文章 第二个太甲约 故是天之明命 那么太甲呢 有的版本写成大甲 大其实就是太啊 也是上书 商书里边的一篇 那么故呢 是指的是思念的意思 这个是呢 是指的是此 此 此地的此啊 天之明命 明命呢 指的是光明的秉性 我们说一个人秉性难移 秉性 明命就是秉性的意思 那么连在一起就是说啊 太甲这篇文章说呢 把这上天赋予的光明秉性啊 牢记在心间啊 故事思念嘛 就是放在心间嘛 把这 这个是此的意思嘛 此的意思就是把 把这上天赋予的光明的秉性呢 得牢记在这个心间 这是第二篇 第三篇呢 地点曰 克明俊德皆自明也 地点呢 也就是指的是谣点啊 是上书语书里边的一篇文章 那么克明俊德是 谣点的原句是克明俊德 是这个担任旁的俊啊 担任旁的俊 的意思是说什么呢 这个俊和俊相通啊 这两个俊其实一样的啊 都是大崇高的意思啊 那么谣点里说啊 能够是崇高的品德要加以彰显和显明 那么这些话 这三句话 这些话都是要求人们要从自身出发 实时的警醒自己 处处的弘扬光明而正大的优秀 优秀品德 那所以叫什么呀 叫接自明也啊 就要从自己出发啊 要弘扬光明正大的这种品德 那么这个这个传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其实是接着经来的啊 传的本来就是解释经的一文章 我们称为传 朱熹呢写了八个字 叫传之首章 因为康熬章呢 他就是传之首章 传之首章 呃叫什么呢 是明明德 就是解释什么 解释什么叫明明德 所以这这三句话 主要是解释什么叫明明德 那么对经的当中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一句呢 进行引证和发挥啊 说明了弘扬人性中啊 光明正大的品德 是从夏商周三皇五帝 就已经开始了 而且有书为正啊 有历史文献为正 而不是我们今天 别出心裁标签利益的产物啊 那么做人成功的要诀 在于把它全部的力量 要用于提高自身的 这种品德修养 而不是浪费在 无谓的这种虚名上啊 所以说他是用古书啊 来解释明明德啊 这是第二章的内容啊 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们就说我们的笔子 有些水分的东西 就像我一样 有些水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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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分 那边 就是我们的水分的水分的水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